104 这一题是一个广义角的题目 不过跟往年不一样就是他没有给坐标轴 那一开始呢,他说这个Md 他给了这个Md这个向量是8cos θ加90,sinθ加90 那当然cos跟sin的习惯就是指xy 只是他现在不是单位圆,是半径为8的圆 那以Md为向量的话呢,我们就把m当成圆点 当然圆点 那今天我要变成坐标,其实你要选x走跟y走 所以他这边的x走、y走其实随便都可以 比如说这里叫做x走 这里叫做y走 x走、y走 他是一个随便的 好,那我们现在他想要问的是说 现在如果我们订了x走跟y走,其实这个s打才有意义 那这里的话呢 他一开始说Md是θ加90 所以θ90就是指这里面算起来是θ加90度 这是那个,从不知道的x走开始数起来是θ加90度 好,那现在呢 如果今天是cos和sin 那应该是 往这边数90度 那应该是v这个点 所以这个应该是mv 好,那这题我看网路上有一些有争议 就是说x跟y其实不一定要这样摆 因为在一般的数学里面不一定要这样摆 所以我觉得这题可能会有点争议 好,不过我们就现在当成x跟y 是这种顺向的摆法 好,那接下来呢 m跟c是怎样呢? 所以mc的话呢 就是这里面 就是如果叫θ 那这里就叫做θ加45 所以以这种顺向的摆法这个就可以选 好,那接下来ma跟ma 那虽然我们不知道它的这个详细的位置 但是因为它是同样的 ma自己跟自己就变成长度的平方 所以这是要8的平方才可以 那mv跟md 因为这两个向量 是甲90度 甲90度内积就是0 所以这次内积是0 所以这个是可以选的 那接着呢 我们来看vd向量 vd向量 这里看起来好像很复杂 那其实它只是拆成两个 一个就是我们的 我们刚刚的mv 这是一个mv 那一个是md 那我们就利用怎样? vd向量其实就是后减前 md减掉mv 那所以呢 就会变成是md减掉mv 所以这里应该是要减的 那这边也要减的 所以这个就不可以选 所以这里的答案就是那个 2跟4 当然有一些比较正义的说法是4 因为如果s跟y不一定要这样摆 如果你把这里摆x 这里摆y 那这样子可能2就不可以选 好 ok 那所以 这一体的话就是一个广义角 它只是那个 坐标轴没有给你 算一个比较难的情况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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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